桃園機場出境大廳 往美國航班的報道櫃台 排了長長人籠 防疫配備全副武裝 幾乎都是要出發 準備去美國打疫苗 所以你對完資料 然後就直接打 然後在那邊等15分鐘 前前後後整個程序 不會超過20分鐘的結束 非常快 而且這個現象 其實不是5月底開始 但5月中5月初 就已經蠻多人 飛到美國去打疫苗 赴美人數越來越多 讓長榮航空也加開航班 原本台北飛洛杉磯 6月份一個禮拜只有三班 但從67號開始 天天飛航一班次 就金山紐約也有三班次 另外休士頓 溫哥華等 也至少有一班 不過飛機票價不便宜 以台灣飛洛杉磯 經濟艙就要5到6萬元 商務艙更是要20萬元 票價一趟動輒10萬元 但看看6月中下旬 經濟艙定位數破百位 載客率至少5到6成 從台灣起飛要到美國的西岸 比方說是洛杉磯 就金山來講 大概的基本上 目前問到的行情 大概差不多25萬美金左右 一個月以來 詢問度的確是提高了很多 大概每個禮拜都可以 接到兩三組的詢問 跟過去來講 大概我覺得詢問度上 大概提升了七八成油 搶不到航班 乾脆包機去 富商組團搭機 詢問度超高 以台灣飛美西13人小飛機 要價500到600萬元 6月出版已經滿 詢問度已經來到7月 隨著本土疫情升溫 在台目前可選擇的疫苗又不多 讓富美打疫苗掀起話題 八大新聞 陳信張凱毅 台北採訪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